与这个可爱 作词 作曲 李естно骅 作词 李宗霖 虚无缥缈人挂念 前路漫漫 回忆回袖看淡 这山河万里 天阔云间 陷不倦 光不灭 愿此生无恙 终可见 情容谈笑间 战胜出面 下手踏破了流年 成沙飞扬 一曲未尽破硝烟 风起平与生 与你并肩 我愿意朝入梦 万世诸空 天不遂人缘 心中涂疼耀眼 闯前半失恋 跨越爱恨情谦 深思指点 欧手这一边 笑看风起云卷 一无畏利于人间 娘娘怎么了 我受了点痒 帮我弄弄 我累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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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躺着吧 王后给你喝了什么茶 秋白鹿 老顾 给她看看 是 不用了 陈太医已经给我诊治过了 没有大爱的 摇两天就好了 你是没有大爱 还是另有隐积 有劳顾太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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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娘娘只是突发的废劳 昨日陈太医想必已经失过了针 病情已经稳定了 那就 你们先退下 这家伙又想干什么 你敢动手动脚试试 殿下 臣妾得的是肺劳 胎肌 手蚁 传染的 你都病得这么严重了 我很担心你 我不怕 你说你说你这好端端的 怎么会到肺劳呢 可能是 这两天降稳了 身体着凉了吧 殿下 你这流动脑子 你的匕首 好特别啊 你对我的匕首感兴趣啊 我就是 恐怖觉得 小时候 见过这把匕首 殿下 你能不能 借我看看 不能 为什么 逼我动手 这是我母妃留给我的衣物 你若真的想看 等你正式被册封为四王妃之后 本王给你看 看来这场戏 是非言不可了 虽说那天她可能中了 王后的花禽之毒 但现在体内只剩下 些许残留 身体已无大碍 如果说她自己会解毒的话 那当初的莫寻之毒 是否也是她自己解的呢 不可能 为何 花禽之毒或许功力深厚之人可解 但这莫寻之毒 非同寻常啊 殿下前几日中了莫寻之毒 是我通过医术引到了王妃体内 才使殿下得以解脱 而知道此方法的人 有极其他人 有极其少 恐怕 连王后也未必清楚 最重要的是 被传毒之人 必死无疑 这只是时间问题 那王妃娘娘 为什么没死 我猜测 娘娘身上的毒 不是被解掉的 而是这个毒对她不起作用 也就是说 她根本就不怕毒 老顾 你的意思是 燕香 拜毒不侵的人 在沦温大陆上只有一处的人 有此抵制 宏医 殿下 移清宫那晚 是你陪娘娘去的 是 可有发生什么特别之事 殿下问我 我不敢欺瞒 但是娘娘交代了 不让红衣多嘴多舌 殿下要不还是亲自去问娘娘吧 起来吧 谢殿下 谢殿下 殿下 娘娘 没事 不用服 阿 我生病 还没好 吃不了多少 看来是胃口不佳呀 嗯 那这样 好好积攒體力 回府聽風吧 行 那臣妾 走了 娘娘 回相府 等等 殿下 還有什麼吩咐 既然愛妃病成這樣 那本王親自送你回去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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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可可也 走 這馬車感覺很生氣啊 老陈恭迎四王子大驾 今日四王妃听旨册封 本王陪她一起回来 老相国你不介意吗 岂敢岂敢 小女收封乃相府的荣耀 殿下快请 小心 慢点 好的 她什么意思啊 故意回来显摆吗 别说话 你没看见啊 她病的路都走不了了 走 殿下 时辰还未到 听说宣旨的尹公公还未出宫 殿下要稍等片刻了 不急 这宣旨册封不能过了五十 本王 本王就在这里等一等 子晴啊 听说你前几天病了 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好一点点呢 看妹妹 看妹妹如此虚弱 想必身体还未痊愈 不知道一会儿有没有力气接纸呢 这个姐姐不用担心 我下跪受风的力气还是有的 不只是因为你 我也是替殿下担心 这四王府与相府联姻 可是一件好事 要是妹妹的身子撑不住 岂不是辜负了殿下的心意 闭嘴 二王妃到 受母后之命 特地来看子晴妹妹受风 没想到四弟也在 小女受风 倒是惊动了王后娘娘和二王妃 实乃老臣的罪过 以后本宫与子晴 就是自家姐妹了 相爷不必客气 来人 快给王妃娘娘看座 王妃娘娘请 是二王妃来了呀 子晴身体不适 不能起身行礼了 不妨 你养病要紧 我这四弟呀 从没看她对谁这么殷勤过 弟妹将来可是有福了 姐姐 不是说这个女人活不过今晚了吗 她怎么又能说话又能喘气的 是不是药有问题啊 别胡说 母后绝不会弄错的 再喝点试试 今儿亲眼看见四弟和弟妹如此恩爱 真叫人好生羡慕 四弟素来眼高于鼎 没想到还是难过美人关啊 我看子晴姐姐这病也一时半活好不了了 可别耽误了这天大的福分呢 不用警示小姐担心 这 牢病可不是闹着玩的 一旦染上相当的凶险 可要好好养着才是呀 是啊 听说这肺牢是不治之症 还会传染人呢 警示小姐 警示小姐 你可好啊 前几日吐了警示小姐一身血 子晴特别过意不缺 特意问了太医 太医说 这个病 很容易被传染上 不会的不会的 我回狱就洗狱了 我还洗了很多遍呢 我才不会被传染呢 可不能这么说呀 这得小心点 这万一传染上了 像子晴现在这样 让大家担心可就不好了 姐 行了行了 二王子驾到 免礼吧 又不是在宫中 你躺好便可 四弟 弟妹没事吧 二王子 子晴身体不适 不能行李了 日后都是一家人 弟妹不要见怪才是 老四 不用抱得这么紧 又没人和你讲啊 那可说不准 眼下 这不就有人 不请自来吗 这话说得就不对了 维兄知道 弟妹得了老病 怕传染 所以呢 亲自 借你嫂子回宫 那慢走不送 本王既然来都来了 坐一会儿也无法 省得你日后说为凶 整日我在宫中不出 胆子都变小了 是吗 尹公公还没到吗 不急 该来的迟早回来 是啊 弟妹扶大命大 一定会等到截止听风的 殿下 殿下 还是请太医来看看吧 不用 老四 都说了 不用搂得那么紧 那个陈公子 不是已经死了吗 又没能跟你抢 啊 二哥 我建议你现在马上回宫 去找一下王后娘娘 你 什么意思 让王后好好教教你 怎么做人说话 你 这 你这是当众羞辱兄长 我当众羞辱你 又怎么样 你再说一遍 难不成你想跟我动手 老四你 二王子 切莫动怒啊 都是手足兄弟 以和为贵 殿下 这个结果一而上 可不能多事啊 好好照顾弟妹 回宫 哎 姐姐 姑妈说了我们要亲眼看见那个女人咽气 我们才能走大 要留你留下 君北约公然给我夫君没脸 教我如何待得下去 她是我病权 父亲也是我病权 我倒要看看 王上到底拼弹谁 影子 水 妹妹 你怎么渴血了呀 影子 在 传顾太医 是 多叫些太医来 我听说他没有这个符符吗 这个琴的眼神 哎呀 我跟你说 这个符符还是你的 哎呀 都什么时候来说这些 你们两个 把帘子给我放下来 对对对 太医呢 快传太医 你们两个真是蠢 眼下最要紧的就是等韩子晴毒发 只要他毒发身亡 那相扶与四王府的联姻自然就泡汤了 你们倒好 跑去搅局 差点就坏了大事 母后 老四当众羞辱儿臣 你让儿臣这么忍了 你不忍能怎样 那君北约就是故意挑衅 让你出手破坏册封礼 好让你父王有理由拿将军府开刀 我说陈儿 这个道理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现在你们听着 等韩子晴一死 就让李沈司立刻上门抓人 那陈公子的死 与韩晴儿脱不了干系 等到李沈司查办了她 到时候 韩家的两个女儿可就都出了事 我倒是要看看 那相府还怎么和四王府联姻 让下 快 殿下 老姑到了 过来给王妃把卖 是 殿下 快 好 殿下 我还要跟太医们商议一下 殿下 圣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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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子晴 接旨 殿下 韩二小姐这是怎么了 你没看到 子晴她病了 那这圣旨 尹公公 你还不宣旨 这 赵曰 国相韩世卿赐女 韩子晴勉柔顺 性行温良 卓封为四王子君北岳之 正妃 亲此 此情 多谢王上 老臣叩谢王上 王上万岁 万万岁 不准见 欧阳竟是你阻拦皆知 我看你将军府想要造反是不是 不 我不是的不是的 来人把他给我拿下 等待父王处置 我不是那个意思 四王子殿下 我不是那个意思 殿下 殿下 尹公公 请 准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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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四王子殿下 四王妃疑前天下 凝处置 准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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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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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妃这病 好得也太快了 啊 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一一接到圣旨啊 整个人都神清气爽了 神不神奇 果然这病啊 是和心情有关 恭喜四王妃 贺喜四王妃 殿公公 哦 殿下 恭喜殿下 那 小奴 就先 回宫去复命 公公慢走 小奴告退 那咱们就回府吧 走吧殿下 殿下 如今大婚的日子未定 不如让小女 先待在相府 本王从来就不在意这些虚理 看子晴吧 子晴你是想留在相府 还是想跟本王回四王府啊 现在子晴是四王妃了 自然殿下去哪儿 我就去哪儿了 我 你让我 你让我 王上千万保重龙体 不要气坏了身子 你是怎么向我保证的啊 我 这 王上 这也不能全怪臣妾 这太医明明诊断得好好的 这宣旨的诗臣也拿捏得正好 臣妾不知他怎么就 住嘴 废物 你们全是废物 好 王上 他也喝了 他也喝了 为什么不死呢 再说了 当日我已经把北岳和他的下属 全部都扣下了 四王府内 韩子晴孤立无援 这毒 他 他是如何解的呢 王上 这个 奴才也不知是为何 王上 四王子明知道王上不喜欢他选的这个人 却偏偏要与王上作对 王上 千万不能再纵容四王子了 那你说 怎么才算不纵容他 收回圣旨 赐赐韩子晴 够人至于 王老师 寡人惊口欲言 宣出去的旨 说收回就收回 寡人的脸面何在啊 再者说了 西陵向往 马上就要出使天权 北岳不在 寡人如何应对 你想过没有啊 王上恕罪 是臣妾愚钝 起来吧 起来 我告诉你们啊 北岳是我天倔的骄傲 四王妃也是如此 日后 我要是听说谁在背后嚼舌根 寡人绝不情饶她 殷中说 李沈司正在审陈家的案子 你知道吗 臣妾听说了 那你就多操点心 怎么还没消息 母后都去了 安心等着便是 母后 母后 情况如何 王上虽然大发脾气 但事情也不是不可挽回 王上不会收回圣旨 但是 他提到了陈家的命案 那王上的意思是 他既不想与君比岳直接撕破脸 又不想让韩子晴做王妃 所以想从陈公子的命案着手 这一点 倒是与咱们想到一块了 陈儿 你快将那份诉状 递交到李沈司 是 母后 有了这陈公子的亲笔诉状 那韩熙儿直视陈掌柜 收买陈公子的罪名就坐实了 这韩子晴也就有了杀人动机 此举可谓是一箭双雕 韩子晴以下毒查是千真万确的 怎么会没事呢 四弟被赴王关了六日 也没时间给他解毒啊 是啊 好好查查他们 好 殿下 他的事查得怎么样了 娘娘身上暂无其他线索 韩相呢 韩相乃天雀人士 九局天雀从未离开过 那他的母亲穆慈呢 穆慈原来是阅访的秦师 无亲无故的沉默寡言 只是因为秦义高招 被韩相看中了 嫁入相府之后 更是深入简出 从不与外人联系 再加上已经过十多年 他的真实身世已经无从查处了 殿下 这百毒不亲的人是属罕见 如果娘娘当真此地之 那 便和这孤岛脱不了关系 殿下 这孤岛可是龙原大计 孤岛人 殿下 我也不敢肯定 据传说呢 这孤岛是在南海之南 孤岛人的体质 百毒不亲 但是他们自给自足 与世武征 从未龙原大陆相往来 我还记得我年幼的时候听说过 孤岛人魁 你可知想 那是二十年前 有传说 孤岛人突然 变异了 变成了人魁 他们用不死不灭的身躯和异能 侵扰着龙原大陆 直到南兆王初少 才将他们驱逐回了孤岛 从此 这龙原大陆上 才避免了一场劫难 可是 这后来听人说 孤岛在一夜之间 突然从海上消失了 从此 再也没有人看到孤岛人的行迹了 但是当年孤岛人魁作乱 是否有人亲眼所见呢 南兆王室有许多人所见 我想此传闻并非空穴来风 这孤岛人魁 究竟是何等样貌 我看娘娘 也不像是会霍乱龙原大陆的妖孽啊 这 孤岛人通过他的体能 用一种特殊的方式 方才异化 这异化之前呢 也只是百毒不侵和寻常人无二 但是他异化之后面目猙獰 如活死人一般 刀枪不入 水火难敌 煞打尖 老公啊 传言 不可信以为真 是 殿下 但是我倒有一个想法 倘若他真的是孤岛之人 就更应该留在本王的身边 隆元大陆纷争不断 表面上看 只有天雀 东陵西陵 铁岩 互相争斗 南兆呢 总是置身事外 那是因为人家的国力强大 一族众多 南兆王他也并不是一个 没有野心的人 你们想必也听说过 这么多年南兆王一直在寻找孤岛遗孤 他的目的何在 这其中必有蹊跷 倘若孤岛人真的出现在我天群 那不正是一个好时机 那殿下 我们再 戏查 今天我戒指的时候啊 被银公公脸都绿了 殿下 快快 拿走 说说着了 殿下 你们都下去吧 是 这家伙什么意思啊 这里是西元 又不是他的寝宫 难道他要睡在这里吗 睡得真好啊 殿下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当然是过来园房啊 园房 园房 我想起来了 既然已经下旨了 那就请殿下 兑现诺言 把匕首交开眼 本王自然会兑现诺言 但是我说的是 当你正式成为四王妃 那自然是园房之后呢 殿下 边境急报 好 你早些休息 明日随我进宫 谢晚恩 我 走 我得想其他办法 去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这个 交给你的事你要紧快吧 是 店家 累死我了 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回忆散落在远方 回去尘埃 推推开心的窗 像沐浴着花香 修复着欣赏 远同独城市的沧桑 岁月如水晶晶荡 汇聚成海淹没了荒凉 被日月轮回前期的风浪 冲刷旧日伤心泪光 月流光穿透思念的墙 蔓延到有你在的地方 任地久天长 永世不忘 划过夜空伴着月亮 月流光穿过黑夜迷惘 照亮我曾经找到你的地方 任地久天长 任飞也隔世重阳 划破时光飞到你身旁 你身旁 任地久天长 任飞也隔世重阳 划破时光飞到你身旁 划破时光飞到你身旁 天长